下雨 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 對不起,對不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今天他是已经都预备好 预备好这个就放进去就可以了 那你们都知道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是1925年2月17 母亲是1926年6月3号 然后父亲是在1992年的5月15号安息 6月6号在这里埋在这里的 那母亲是今天我们来 所以颜色刚改过 原来母亲是红色的 那现在呢那时候立碑的时候 还没有老三就首遇 哥哥的老三 现在既是加了老三 所以名字颜色是不一样的 那各位都知道这是我的三舅 这算是我们长辈中现在最高地位了 这是三舅 那三舅妈 那这是三舅的女儿 那中平明年才会到 那四舅 这是我四舅妈 四舅妈 四舅妈 四舅呢 去年 去年刚刚安息 四舅只大我一岁 那四舅的几个孩子 来 来我前一点 几个儿子 女儿都在 女儿没有在 女儿 我还记得女儿是在纽西兰 是不是 澳洲 在澳洲我帮她试进的 那一次啊 我记得她讲语音的时候她边听边哭 从小的感动一起累积爆发 所以这都是我们最新的 我姊妹的一个是首证 首证 然后旁边那位就是任南证 刚刚那就是我们这个 火源心姊妹的第一 那时候我们在 在沙利文 跟我妈妈 她说我上一次来我们见面 跟甚至什么时候呢 就是二十七年 我爸爸的安息聚会 南正庆佣特别来了 那我 我刚刚没有看 没有看见 林美丽 美丽呢 是谁呢 她是我的二舅 二舅的女儿 我的大舅妈 大舅妈 这是大舅妈 大舅妈的女儿也在 女儿今天 这二女儿在这 那还有小孙子 她们也在这里 这大概是我们最亲的亲属了 那现在我们今天来的 有永和 他们有几位 刚刚我指挥的不够准确 他们跑到老远去了 现在我们亲爱的 这个吴富华弟兄 我们再帮他们指挥回来 加尿一下来了 好 那我哥哥的儿子 就守正 你们都认识了 在那里 哥哥的女儿 守恩 那守恩的丈夫 艾伦 还有我的二女儿 二女儿 举手一下 二女儿 守恩 守平 和他的儿子 他儿子也来了 现在 儿子才四岁 才四岁 当然这就是我们 我的哥哥 嫂嫂大家都认识了 那还有丽明 丽明是我们表妹 丽明是爸爸这边的表妹 感谢主 雷明 音败就雷明 其实我们话音 就是雷明 刚刚 好 那所有 还有我们可以说 今天来的兄姊妹 都是跟我们家 跟我妈妈 最亲的兄姊妹 谢谢你们的参与 那现在我们呢 还是来唱一下 我想我们先唱啊 这个 是爱的神 做我牧者 好不好 是我做牧人 他是牧养我们生的神 我们来唱一唱 然后我们呢 今天 我们就是有一点 祷告 好不好 大家 哥哥你看 有没有要讲一点话 等一下 先唱吧 唱完都是有话 讲话 没话 我们祷告 好不好 那 那我也要特别介绍一下 我们丽丽姊妹 丽丽姊妹啊 来举手一下 Led your hand 丽丽姊妹非常可爱 她到我们家 来啊 来服事我妈妈的时候 她背景是菲律宾的天主教 那她来到我们昨天聚会的时候 她看到在家里的聚会 怎么跟别人不一样 因为啊 她发觉她说有圣灵 不是死水一滩 是一个有水流在那里流通 所以啊 因此她就受尽改进 那成为 也为此受她家里的逼迫跟误会 感谢主 那我还要介绍的就是 苏珊娜 彭诗珍姊妹举下手 好不好 她也算是我们家最亲的人了 她从以前 简单的说 从啊 以前她读啊 智光商职 那时候秋贤德做她的老教官 然后因此而 她已经受尽 在主微幕受尽 没有聚会 她就介绍到姊妹之家 永和的姊妹之家 所以从此以后 在那里开始啊 她的姊妹之家生涯 再加上后来又读了台北商专 在沙律文啊 很多年 跟妈妈是非常的亲 台北商专后来又到美国UCLA 后来到洛杉矶管理学院 顺便讲一下 她的妹妹就是啊 我们为台湾中华民国 拿第一面跆拳道金牌的 陈诗欣 同母义父的妹妹 而且这个本来不踢了 本来跟爸爸闹翻不踢 但是后来是她一夜长谈了 她才回转再去踢 一踢就踢出了中华民国地面金牌 所以这个说说 她的故事也是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 她后来嫁给洛杉矶管理学院里的同班同学 是一个爱尔兰人 我们孩子们本来要做她的花童 后来都变成她的伴娘 我们都到了都柏林 替她办个结婚举会 我们永和好多人都认识她 我们数年会见面 江敬迪弟兄 是我永和最忠实 他是我们永和的活情况表 他从黑头发情况表背道变白头发 不过不要被他的白头发骗了 他小我一岁 他是在永和最忠心的长老 那么还有陈崇石弟兄也是永和 当时就是应该跟我爸爸的福音也有关系 我爸爸去传福音 然后他那时候呢 太太 他的姊妹在哪里 太太啊 这个叫做吴嘉勋姊妹 老师 他吴嘉勋姊妹呢 那时候为了丈夫的得救 他先得救 他陈淑慧的同班同学 陈淑慧 对不起 陈淑慧的同班同学 后来啊 他就请注意后 为草冲石祷告 陈冲石当时啊 米什么呢 楚留香 楚留香 那时候就说吴嘉勋姊妹啊 我看今天呢 没有时间 让大家 大家等一下吃饭 我就替大家一口气做完见证 吴嘉勋姊妹就找我姊妹啊 进食祷告 会装他弟兄的得救 为什么呢 他每一次福音聚会 他都来 我只唱完诗歌就走了 为什么 楚留香在呼唤他 他召唤他 就回去了 有一次他跪下来进食祷告 请听了 主是又真又活的 结果一祷告之后啊 竟然 那个礼拜六 福音聚会啊 那个晚上早上 报纸出来 楚留香啊 拍摄不及 重播一次 他就跟太太讲了 重播了 我可以不用再 我可以参加聚会 就那场聚会 坐进去以后 一坐直到如今 现在也是永和教会的 负责弟兄 那么 所以这个见证都可跟可亲 在看旁边的吴富华弟兄 现在在我们永和现在正在中性的服饰 他的哥哥 跟学兄长的脚中 哎呀不敢 那么他的哥哥就是我们吴友诚弟兄 最近才走过第三次的死因的幽谷 又是强的故事你们都听到了 对不对 从芝加哥参加他儿子的这个什么 儿子的硕士的毕业 的毕业典礼 又参加我们金瑞斯基 一位主要的历史学家的长老 在那里过世参加安息聚会 完了坐飞机四个多小时要飞回洛杉矶 还好没有上飞机的时候发生问题 他是飞机快要降落之前 看到洛杉矶的身影了灯光了才昏迷 但是呢一路一直在敲腿 因为不舒服 敲腿的时候 护不舒服是空服务员 空服小姐看到他一直敲腿 后来等到快要landing的时候 竟然吴友不动没有动机 他赶快拍他 哇不得了完全没有回应 所以这时候呢 赶快报告 到飞机里面赶快有没有医生 后面就做两个医生 当场就给他做CPR 马上急救 已经不呼吸了 对不对呢 心跳也停止了 后来竟然就这样紧急救过来 一来临之后 竟然就进了全美Top5 最好的五个医院之一 就是雷根纪念医院 UCLA那里 那一进去以后 就得到最好的治疗 长话短说 左部就做了两个支架 等等 而且神奇似的 两个礼拜才能醒了 两个小时 几个小时后 就醒过来了 多久才能怎么讲话 又讲起话来了 而且一讲 本来说老子一定受损 很厉害 没有受损 好像更精明一点一样 讲得很清楚 但是简直神奇 他一发布行刑 我们就少数十几个童工 二十个童工 就迫切祷告 那祷告我们说还不能外露 免得动摇大家的心情 没想到每两天 网络上已经出来了 他的消息 全地可以说爱主的兄姊妹 都为他祷告 简单的说神奇似的 我那次去的时候 他已经开始复健 然后等到我回来不久 他已经出院 直接不要去第二个预备医院 直接就回家休息了 那么休息就马上 写个简讯出来说 我已经在家里休息 要找我的 欢迎你们来找我 你看 所以啊 而且这一次 如雪遮盖 这一次我们在这里 我妈妈这个安息区会 他人自己才中 死因的幽谷走过来 竟然写个简讯给我说 官方弟兄 关于你妈妈的安息聚会 请到台北医会所来办 怕怕坐不下 看起来明天是很难坐得下 但是后来我跟他交通以后 就觉得说 56年在三重 应该在三重做追念 更有意义 我就谢谢他 无论怎样他是多么关心 那么到这两天 看我们印得出来 我把那个印的生平简介给他 印得出来 他还带跟书房讲一声 这些印刷全部书房奉献 无论怎样这么细腻 我这样做做见证 也是另类的在这里数算主的恩典 那我特别谢谢在三重的弟兄姊妹们 这样来爱护我们的家 扶持我们这个家 好不好 我讲半天就是要唱 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 这个第几首 第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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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百四十四首 四十四首 是我这君神 祖后我母人 祂常为阳 祂常是恩 祂是书我 或是书他 何来需要 何来缺乏 祂带我当能朝地朝 使我感觉满足幻常 又带我到平静西流 交通不断安息无忧 我使你如他来接会 载着我新手 他支配 我常有东不胜天地 但他应当是为几名 何能不明 何能刻意 何能心中无所不及 你干扶持 你长引力 你的痛在满我图寂 你是我们 大胆夸生 你随时不相恨如痕 我托永乐 我被救你 我身从来不成离奇 你的感天 奇妙的爱 这样我的一生年代 你爱既然永无改变 我的成本还要加甜 我想明天啊 这个人数会多 而且明天啊 排着做见证的人 也是非常的难排上 大家都要排表的 所以今天在这个时间 稍微有一点弹性 我们太早去吃饭了 可能也是很快就完了 就走了 所以我们可以有几分钟啊 我们等一下祷告之前 有没有谁要分享 交通一点 南正 你要不要讲几句话 南正应该讲几句 我们会很喜欢 因为南正 我们二十七年没有见 但那一份爱和关心呢 实在叫我们感动 我们都知道 胡任南 任伊南的弟弟 南正也在我们沙利文 一段日子不长 但是却感情深远 我每看到伊南姊妹 胡姊妹 我就要问南正怎样 所以让她说几句话好吗 来 南正 说几句话 来 大家可以坐一坐 自由一点 那么还有谁 明天可能没有机会讲话的 讲几句是要讲话的 来 南正 南正 讲几句 南正太客气了 站几句 来来 讲几句 来 加勋讲一点 好 来 加勋 谢谢主 我 1984年得救那时候 光宏弟兄夫妇就在永德服侍 所以 其实呢 在我的这一生当中 他们两个就是一直都是我 生命中的贵人之一 除了主还有另外的就是 带我得救的淑慧姊妹 在我的一生里面实在给我深远的影响 所以那就有机会呢 来认识李师母 到三重的家里 我看到李师母她就是那么的 雍容华贵 那么的端庄 这个 每一个成功的孩子 或者是男人的背后 都有一位可敬的女人 所以我们知道李师母这样子的爱族 服侍这个家 还有爱照会 所以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所以每一次呢我想到光宏弟兄 还有我领解他们的时候 我就会重新得力 想到他们的服侍 他们在各方面为主的摆上 都在在的激励我们 因为其实我们在个人的这个 跟随主的道路上 也是会起起伏伏的 也会经过死因的幽谷 也有一些呢 觉得无奈的事情 可是呢 也看到这么多的榜样 就会激励我们相亲 看到他们身上那个 主在他们身上活的见证 我就觉得 我这位主实在是太可信了 虽然呢 主看不见 但是呢 有这么多活生生的榜样 一个一个 像云彩一样 围绕着我们 所以呢 我那时候听见那个李师母就在医院 但是我那时候 刚好在 在美国 去儿子家里 还有去参加冬季训练 对 那回来以后我也是 想说他们都很忙 我大概就是只能为他们祷告 因为 不知道情况如果去打扰也是 不太合适 我想 在主里面 我们都是一家人 有这么多 弟兄姊妹 来自四面八方 觉得 每一次在这样的安息聚会里面 我们就再一次的 看见我们所信的这位主 他是在太火太真了 然后我刚刚 我们先来 我们就走了这个 墓园一个个的看那些名字 然后那些人 我想 知道我们的结局是如何的时候 就知道我们该如何奔跑赛程 我们的这一生真的是要非常的豪迈 有意义 能够用零碎换来整个 谢谢主 主亲自安慰 我们亲爱你师母的家人 能够再继续的往前奔跑 能够世世代代都侍奉永活神 这里 最后就是欧阳家的弟兄 早上做见证欧阳家的弟兄 接着就是林天德弟兄 十一年 接着就是我们无务华弟兄 那他在永活服事的时候 我们实在会在怀念 那个时候 李师母当然在三重 我们很少碰面 但是 每一次只要看到李师母 我们跟他打招呼 他都非常非常的亲切 总是嘛 儿子在永活嘛 总是不太一样嘛 所以呢 我们是非常想念 那生病的时候呢 我问了 光伟弟兄可不去看他 光伟弟兄可不去看他 不要去看他 不要去了 可是我呢 我跟一位弟兄偷偷跑去了 看命了 对不起了 但是呢 我们看到 虽然他不太认得了 但是我们觉得 还是在猪里面 实在是不一样 我们实在是非常感伤 但是感谢主 主帮我们只会接到 他的怀里 实在是好得无比 他实在是高瘦 实在是高瘦 刚刚 我早上 没有看到守平 姊妹现在看到了 好高兴哦 他们那时候 三个小孩子 在永活长大 哎呀 看到彭思珍 咱们永活之光 这么优秀的青年 哈哈 哎 父亲三公是最 很难得 出这么优秀的人 是我们李光雄 一直在那边陪着他 还有呢 他自观三职 还有这个 我们成熟之両父 都是我们光雄 一直一起在那边陪 陪 在那边培养 栽培 我们有话 还有很多 像秋贤德弟兄 徐雄建弟兄 都是我们当时 每周每周 礼拜六 光雄陪着我们 一同祷告 一同追求 但是我实在觉得说 实在是主所做的 实在是何等的美好 这是安慰家属 所有的亲人 那我们跟三种 之间的关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哇 我记得我参加了 好几次在三种聚会 哇 那个聚会 真是轰动 真是轰动 那时间就不多说了 这是日历的历史 非常悠久 那刚刚我们 在我们讲到 讲到 你千万不要看楚流香 楚流香是楚流臭 不要看楚流臭 他刚才没讲 我为什么提到这个呢 但是啊 真的流行都看什么 连续去干嘛的 就居然我们 从那时候就得救了 你看 现在就成为一个 教会同一种 非常慰到一个助食啊 我们年轻人 都在他们服侍 所以教会是 一代接一代 一代呢 能够成长一代 太好了 真是感谢三位主 一言难尽的 要等一下吗 还是要接 对不起 我也再交通一点 早晨 这个时间太 太紧凑 那 事实上 刚才 提到光红兄长 在永和这边服侍15年 那事实上呢 像光红早晨所做的见证 他受诸感动 他77年 就开始 全时间了 已经都40多年了 那 今天 兄长的尽心解力 阿们 我们是深受感动 阿们 弟兄实在是我们的榜样 阿们 感谢主 那 那 这个 因得弟兄这样子向主 忠信阿 我们阿 想到弟兄 我们都不敢软弱了 都要一直的刚强往前 那 感谢主 这个 我们当然也就知道 这个弟兄 他能够 全世界 也是因为 后面 有 这个 有他的父母亲阿 在那里阿 做榜样 也在那里支持他们 那 以前 我在高雄 我在高雄教书 那 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常听到 这个台语福音阿 就是 在北部的 就是 李文志弟兄 一个 小弟兄 就是 小乐球 小乐球弟兄 在南部的 就是 一些高雄的 一些弟兄们 你们都听不到 没听过名字的 离锥塞 离水师 还好些 离罐 离锥塞 我们 这个 在南部 这个 但是在北部呢 就是都是 听到 李文志弟兄 小乐球弟兄 他们真是 满有负担 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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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公 到外岛啊 各地就去传福音 整个南部啊 我们所以 实在是 我们非常想念 我们 这个 李伯波 感谢主 那 这个 后来也 也就听说 这个 这个 李妈妈也是 这个 这个 我觉得今天啊 这个 经节实在是 好的无比 这个经节 就说出了 李师母的一声 是不是 大家如果有的话 我们再拿出来 你看看 你看啊 我们从第一处 我们一起念 好不好 以别神 代替耶和华的 他们的愁苦 必加征 耶和华是我的产业 是我 背中的分 我所得的 你 为我 持守 我想 这个实在是 太好了 的确是 我们得救以前啊 我们所有的 净世苦楚 但是得主 诅咒我们的产业 说我们背中分以后 我们整个人生啊 黑暗变光明啊 忧愁变喜乐 叹喜转歌唱 第二节 你们是怎样 离弃了偶像 转向神 来服侍又活又真的神 常常听光红 说到她的母亲 每一次在那里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要 要 摆设什么东西的时候 都说 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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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实在是 再真实不过了 这个 李师母 一生就是为了真理啊 在那里寻求啊 我们觉得 她现在啊 因为得出了这 又火又真的神啊 做她的喜乐 做她的满足 她的一生 向她主忠信啊 我们觉得这实在是 太美好的见证 第三处 我们请一同图 我又告诉你们 求 就给你们寻找 就寻见 靠门 就是给你们开门 因为凡 求的 就得主 寻找的 就寻见 靠门的 就给她开门 噢 这是何等的权利 这也是主给我们何等的应许 这都应验在我们亲爱的李师母的一生当中 所以她就有第四处 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信的人 非常简单 他们说当信靠主耶稣 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因这一张福音单张 全家族一百五十多人 全都得救 这是何德荣耀的见证 然后下面又说 耶稣对他说 我是复活 我是生命 信我的人虽然死了 也必复活 感谢主 我们的主就是生命 他也就是复活 黑暗在光的面前完全顿逃 同样死亡在复活的面前 在生命的面前 也是那样的无力 所以我们应当都从主的话 得出鼓励 感谢主 我们晓得 今天我们亲爱的李师母 他在乐园里 在那里安息 和我们李弟兄 李伯伯 他们一同在主面前相会 有一天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一同在荣耀中相会 这个第七处第八处 我们一同图好不好 他愿意 神愿意叫他们知道 这奥秘在外邦人中 是何等的丰富 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 成了荣耀的盼望 关于睡了的人 弟兄们 我们不愿意你们无知无事 恐怕你们忧伤 像其余没有盼望的人一样 因为我们若是耶稣死而复活了 神也并照样将那些已经借着耶稣睡了的人 与他一同待来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你以此安慰 因为有主 我们有荣耀的盼望 哈利路亚 今天李弟兄李师母 不过是过夜 不过是休息 当主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要父亲 一同在荣耀中 在主前欢聚 感谢主我们也愿意 所有的亲友 弟兄姊妹都从主的话 都要做安慰 谢谢弟兄 那现在我们的姊妹叫 一方姊妹 她有负担 那我们剩下就尾声了 还有谁要讲 跟我提一下 我二十年前姓祖 然后李师母还在旧家的时候 非常的受李师母的照顾 就是李师母常常居然会 守正弟兄会邀请我在他们家吃饭 然后就是跟李师母有什么问题 就是话家常 然后我常常看着李师母 他们家的摆设 非常的都是精洁 然后李师母都会 就是常常 我什么事情 都是无论如何 有遇到什么难题 都常常去找李师母交通 那李师母都非常关心我 那有一次我在三重医院住院的时候 风后性阻止也非常的严重 全照会都为我祷告 然后李师母还跟守正弟兄一同来医院看我 然后还请秋香姊妹 还煮鸡汤给我喝 那是我妈妈忙着照顾我的子女 然后所以都没有来看 就是晚上才能来陪我 就是李师母这样子 非常的就是很来医院看我 然后我妈妈死的时候 李师母还亲自跟观伙 观伙弟兄还来医院看我妈妈 非常的就是我能够 今天还能够在教会里面 就是这样子稳固在教会里面 真的是受到李师母这样子 一生的爱戴这样子 很受李师母这一家人的体系和保守这样看过 很感谢咱们 因为明天可能没有时间讲见证 今天就抓紧时间 请到这边来 那我是原美姊妹 大家应该都还认识我 感谢主 我 我在三重的时间 有一段时间大概是半年多 有跟李师母一起聚会 那时候因为我们分到五华区 然后五华区 暂时跟环河区一起聚会 然后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李师母的时候 因为我在初信成群的时候就有听到光宏弟兄在讲说 她的妈妈就像刚刚傅华弟兄说的 她在各尊偶像面前 她就说 吃神车来饮饭了 嫁也都不能来 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初信 然后我就在想说 你怎么知道我以前坐在拜嫁人 那一句话好像是对着我在说的 心里面就觉得有点害怕 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 我们常常在人生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里面 为什么我们总是会失望 总是会跌倒 总是会遇到很多的挫折 原来就像李老师母这样子 就是这一句话 没有 那个时候没有死你来 我们都知道 哪里是独一的真神 然后总是在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里面 所以我那时候就很期望说 我如果有一天去三重聚会 我可不可以看看这一位 在这样人生的过程里面 居然有这样子的眼光 属灵的这个灵可以知道说 这宇宙中我有那个真神 只有真神可以来饮饭 可以让我们当拍 所以那时候我看到李师母 我就非常的开心 我就跑过去 我就跟她说 我有在初心成全 看到那个李光宏弟兄 然后呢怎么又有 光宏弟兄呢 跟我的妹妹有认识 然后所以她就问我说 妹妹姊妹你好 我就告诉她说 我不是妹妹姊妹 我是原妹姊妹 她就说 那你是妹妹姊妹的妹妹吗 我说我非常的高兴 因为我是原妹妹姊妹的姐姐 而且我还打她三岁 然后光宏弟兄说 不要告诉妹妹姊妹 我回去立刻告诉妹妹姊妹 我妹妹是一个很属灵的人 她就说 那有怎么样呢 我的生命比你多很多 感谢主 所以那时候我就跟李师母讲了很多 有关于 她是全家最晚一个得救的 对对对对 我就讲了很多有关于我的见证 我讲完以后 李师母就笑一笑 我以为她会 讲什么很鼓励我的话 就是她就讲了一句 这一句话就奠定了我这个 往后的四年这个前辈的照会生活 我觉得照会生活真的让我觉得 那家的照片 有很多很多很喜乐的东西 可以值得我们纪念 有很多很多 这个生命的东西 值得我们去追求 所以呢 我很感谢李师母 在那个时候 给我这样子的鼓励跟帮助 那今天的安息聚会 真的是有点淘汰步骤 希望明天呢 那个我们可以有做更好的服事 谢谢大家 那现在我们就请啊 彭师甄姊妹 她就是从瑞士 经过大陆过来 明天后几天就回大陆再去瑞士 回瑞士 亲爱的弟兄姊妹 感谢主 我是彭师甄姊妹 我先读一段话 然后我再做一个分享 我们现有着许多的政界 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 这是第一段 第二段 要纪念那些带领礼们 对你们讲过神话语的人 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 我呢是非常幸运 在师母呢 师母是 她将是我的政见人 这个所谓的见证人 我在她身边围绕着 三年半的时间 我从16岁信主 17岁那个时候被复兴以后 经过这个秋贤的弟兄的 等于是她帮我恢复过来以后 我见到光宏弟兄 跟她姊妹这对夫妇 因为他们的原因 我就认识了李师母 我17岁的时候 开始进入沙利文工作 有三年半的时间 在师母的教导下工作 师母是我第一个 所认识属灵界的女强人 在我的记忆中 就虽然年纪很小 但是呢 对当时在看师母 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我第一个直觉 就是师母 她不光光是精明 她果断 而且她试人的方式 是一般对我这么年 当时年纪小的人来讲 是觉得是非常特别的 我举几个例子 我第一次跟师母 去买菜的时候 我觉得她进菜市场 光是进菜市场的 那个时候的那个架势 只有在连续剧里面 看得到的 为什么呢 一般市场是轰轰闹闹的 只要师母一进去 这个时候两旁的 这些卖菜的这些商家 突然之间就变得很安静 师母呢 我一直觉得 她不是去买个菜吗 但是师母好像是去市场 她一进去每一个餐饭 她看一眼 然后问一下这个价钱 其实师母心中很清楚 这个价钱应该是多少 然后看一下这个人的眼脸 一般来讲 只要她看一眼 对方报马上 最低的价格出来 因为师母也是一个很公平的人 我跟师母共事三年半 我了解 师母她是一种非常公平的人 就算供应商 把她最低的底价给了你 他们也相信师母会让她得到 应得的报仇 应得的这个报仇 然后第二个呢 所以呢我每次去跟她去 有的时候陪她去买菜的时候 我就特别欣赏 因为她世人的能力 是我常常有的时候回想 也把这些种子种在我的心里 第二个师母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 沙利文是一个传播福音的温床 就是任何几乎所有的人进来都变成了弟兄姊妹 还没有就是还没有变成弟兄姊妹之前呢 大概她要变成弟兄姊妹的时间是很快就要发射了 我从我在沙利文三年班的时间 刚开始当店员 后来呢经过师母特别的 对我特别好 因为我也是半工半毒 今天看了师母这个 以前过去 她过去的历史 也许就是那么一点怜悯 师母对我特别疼爱 很多事情呢 她都亲自教导 我现在连 算个钱的方式跟师母都很像 因为我那个把钞票打开的方式 就是师母教我的 这个师母她 我为什么要特别提到这个例子呢 就是我从了当店员之后 慢慢师母教导变成店长 当了店长以后 慢慢后来就进入她更多的信任 做她的内勤 有一些账务的事情 跑银行的事情 就也帮着师母去做处理了 当店长的时候呢 当然啦 就是你除了管 管货 管这个前面的一些 店员之外 也有很多事情都会跟师母去讨论的 我记得有一次 有个店员 她也是姊妹 但是呢 我们这种从管理的角度来看 就是如果一个员工 他不适合企业文化 你有两个方式 第一个就是再教育 第二个就是 想办法把她辞退了 但是呢 师母所谓的再教育 就是把这个姊妹叫上来 多给她主的奉励 多跟她讨论主的话 我三年半的时间没有看过师母 开除过任何一个人 我第一次当店长的时候呢 新官上任三把火 就觉得哎呀 这个我有机会了 这个人不行 管了这么几年 还是不这么长进 我就跟师母讲 我要把她开了 这个不行 师母跟我讲了一句话 我就很感动 师母说 她也很同意 但师母说 我们不能这么做 她是姊妹 我们 我不能伤她的心 当然呢 我现在如果说 我从我学的管理的角度来讲 我会觉得 这个好像不对 但是我就发觉 她是一个非常敬畏主的人 是平静的神 她说 主有主的时间 所以我就没有再说了 所以我就说好吧 因为师母是 我的主屋的源头 她是我的老板 我就不说了 就我也很特别 过没有多久 这个主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姊妹 她就 她也自己离开了 就这 这当然跟师母相处的 三年半时间 有很多这一类情况 看师母怎么断事 断人 但是呢 我对师母最 因为我觉得人啊 很多时候 我们有很多人 活在世上 因为人因为生活的缘运 她很多时候 不得不委屈求全 师母是一个 非常不委屈求全的人 她是非常 不光光是公义正直 她对人对事 她那个胆势 在我的这一生中 留下很大的影响 我连现在有的时候 自己看自己管理的政策 对员工的看法 我就说 主啊 一个在主面前 这么这么长久的人 其实做面包店 是很辛苦的 我平常 晚上七点多就进去了 师母他们五点 就已经起床了 起床了以后 他们还成根 完了以后 他们都是第一个下来的 把该看的事情 看了 该交代的事情 交代 他们也是最后一个 可能等店面都关了 然后呢 他们还有他们自己 要处理的事情 再还有 从来不拒绝教育 就是对教育生活的 这个参与 还是非常积极的 就她这个榜样 我自己都觉得 我是很无愧的 因为我看自己 虽然也忙 但是我跟师母一比 是根本不能相比的 我们虽然全世界 跑来跑去 但是没有像师母 这么绝对的摆上 她对主的那个绝对 我是觉得我很少看到 一个这么年纪大的 我从师母 我认识师母的时候 师母应该也是我的年龄了 五十出头了 五十几岁 五十几岁的人 这么早起床 而且师母呢 我是一直大部分时间 都在长安西路的那个店 师母的步伐 她走路的那个声音 我现在眼睛闭起来 都还可以听得到 她是非常有力的 她只要走路 从楼梯下走下来 这样走下来 我这一天都可以 不用管电的 为什么 下面的电影 只要听到师母的脚步声 师母的威力 就已经出来了 所以呢 我觉得主啊 我刚刚为什么读了 读了这一段话的原因 就是我觉得 我看到师母的 我很感谢主 让我十二月份 还有机会看她一次 那我觉得 因为我们要留心 对你们讲过神话的人 要效法他们的信心 我们最后两三位 最后 等一下 我来 宜南姊妹 这个她替男政 所以 我是觉得说 这个男政跟我说 李师母 我把她当作 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疼她 我觉得不能 不替她说 男政是比较 不太敢说话 那我觉得 还是要替她说一点 因为从 李文志弟兄 就是李伯伯 他在的时候 他就在沙利文工作 男政就在沙利文工作 那常常 李文志弟兄 也是真的是 把她当作孩子 当作她的孩子 他就 常常有时候 会带着她去吃宵夜 会带 然后回来 不敢让李师母知道 那她都会说 你不要讲话 我来说就好 所以真的是把她当作 自己的孩子 这样的 来疼爱她 然后 要出去 买菜 她也是跟着李师母 出去 两个人 真的 像母子一样 这样的照顾她 所以我觉得 不能不感谢 李师母 那 也是李师母 带她得救 我们在高雄 怎么跟她传福音 她是我们家 最晚得救的 在高雄 很多弟兄姊妹 都来跟她传福音 都没有办法 带她得救 那不知道为什么 她到台北来了 李师母这样的 李师母也真的是 这样的照顾她 我们真的很感谢 李师母 李伯伯 还有光华 弟兄 光虹 弟兄 那时候 他们 真的是很照顾她 阿们 阿们 我们现在就最后了 陈崇石弟兄 说点话 张平弟兄 带我们有一点 说末了话跟祷告 好吗 好 弟兄姊妹 平安 我是叫陈崇石弟兄 其实我是在1985年 6月29号跟6月30号来退出 今天两个晚上都回来 都是这个 李伯伯传的福音 我平常做见证 都没有时间讲到 李伯伯说的话 但是第二天 那个见证很感动 就是摸着我 因为我的时候 这个病得要 大肚子 很厉害 这个生活都不正常 后来参加福音聚会 除了那个 潘弟兄做的见证之外 还有就是李弟兄 他说到 说有一个原子里面 他做同弟兄 对 他有一个原子里面 或者有一个药 就是有很多的药 100颗 其中有一颗吃了 你的病就会好 另外一颗 吃了你就会死掉 其他98颗吃了 是五官透明 可是你就需要去找那颗 最重要的那颗药 还有就是 在这个要受尽的时候 呼召的时候 我记得李伯伯讲说 相信主要简单 那我就觉得说 哦 我这个人很复杂 要信主 我们就需要简单一点 好了 好了 就这个鼓起勇气 这个来受尽 我记得这个二十几年前 李伯伯在这边 盘葬的时候 我们也有来 那今天又是 19 已经2019年了 在参加李师母的 李老师母的这个 那他是一个 李师母是一个爱主的人 也是被主所爱的人 我是在得救之后 过了 李伯伯过被主街区之后 才认识李师母 他一个就是 这个 雍容八贵 以前在 光云丁 常常说到他家里 就是说 他的这个母亲呢 是拜这个印度进口 的原装的偶像 但是拜的是没有平安 常常心脏不舒服 就要吃那个救星的药 吃这个救星的药 人还是不舒服 就要把那个 很名贵的盘子 把它摔掉 摔普通盘子还不行 要摔掉盘子 心就 这个 平安了 那后来 得救之后 在永和这边 我们又一次传福音 妈妈也有来 有一个 我记得是一个 叫黄晓玲姊妹 跟家勋 住在四华银行那边 妈妈也来 跟我们一起配搭 去传扬福音 所以他是一个 西约福音的祭司 为着福音 为着福音 是不遗余力 还有就是 也到过 这个山崇 后面别人的家里面 差不多就遇到妈妈 妈妈是 和爱可亲 就像我们自己的母亲一样 我觉得 很难得看到一个 妈妈 母亲是这么安静 在灵里面 和爱可亲 这个 勇勇华贵的 这个妈妈 这个实在是很蒙神 祝福的 那我个人得救了 将近三十三四年 都在主的恢复里面 以前 光旺帝宫 跟李师母在友好 记得我们以前 刚得救啊 光就读这个圣级 就自己读 记得读这个 旧约 创世纪 初爱迪纪 读到这个初爱迪纪 开始创出历 主要历位纪 要读三年半 因为旧约出不了爱及 结果有一天 刚读完才读这个 立位纪 才刚开始 有一天就跟 夏勋 还有李师母出去 李师母说 我看你现在出爱及了 读完出爱及 感谢主 出爱及一读完 再读其他的 不到一年就可以读完 感谢这些主 主的话对我们是帮助的 我以前还没得救 我的那个建制题目 跟光旺帝宫 我就讲的题目叫做 一个黑马浪子得救的见证 结婚前我们是白马王子 一结婚之后变黑马浪子 等到信的主之后 主又把我们这个黑马浪子 变化成为白马王子 当然我们现在还在 一个变化的过程中 最终变化 像李丁余讲 成为这个 德荣 成为蝴蝶 还要经过不断的过程 求主在保守我们 那我公司倒闭了两次 我这个更多的蒙儿两次 那我们这位主 是又生又活的主 那求主安慰我们李丁佛的家人 还有我们的亲们好友 感谢再为主 我们将来新天新地 新耶路撒冷 相会在主面前 阿们 时间也差不多了 早上我归纳了李师母 有六个点 那这是第一个版本 那明天还有聚会 第二个版本 我就一先一告了 那我又整理了五个点 那可见李师母的确是非常的多采 非常的多样的 实在让人回味无穷 那这五个点呢 就是第一个 李师母是一个有才德的妇人 那她丈夫心里 靠她并不缺少利益 她一生的日子 使丈夫有益无损 第二 她是一个有品 纯洁品性的人 如同利百家 她真洁 仁慈 殷勤 绝对 顺从 第三 她谦让遗人 乐善好施 她抚慰灰心的人 扶持软弱的人 周济困苦的人 帮助穷乏的人 第四 她对家人十分贴心 对主充满信心 对人满了爱心 阿们 她的确是一个 把自己完全的倾导 来爱人 爱照会的姊妹 第五 她超辞家务 殷勤 是 李弟兄 无后顾之忧 所以 我是实在觉得 在李师母身上 发现 许多的特点 的确是我们 众人 所 怀念的 阿们 她 因情服侍 活出基督的美德 她是信心的榜样 是新乡的见证 是神心爱的宝贝 也是 今日的得胜者 阿们 感谢主 好 那我想 我们现在就 有祷告 你有负担 我们就能够开口祷告 然后我们就结束 这个聚会 在我们祷告之前 我们只唱了一节 等再见 好不好 第五页 等再见 唱了以后 我们就 自以为也祷告 只唱第一节 愿主同财 只等再见 面 朝他们一处处 领导 用他们光 事事照样 愿主同财 只等再见 面 再见 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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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教前 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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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主同财 只等再见 面 福哥 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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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主教前 等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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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们 各位 有公义的冠冕 我们姊妹存留 我们感谢您 我们生日要与我们姊妹 心中上的相会 永远的福分 永远的安息 主啊 我们和您的感谢您 养着我们亲爱的李师母 是你创世以前就拣选的 时间的制作力 把我们的师母做成你的珍宝 做成我们众人的榜样 我们感谢您 今天在这里 见着我们的师母一生 靠着你的恩典 服侍了他的家人 哈利路亚 服侍了众弟兄姊妹 主啊 如今他安息在你里面 求主亲自 为他所有的儿女 后代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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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我们的师母服侍了这一代的人 如今睡了 今日我们将他安置在这里 是属灵的麦比拉多 等候那永远的复活 主赞美您 主啊 赞美您 主啊 赞美您 师父一安息在你的怀里面 地上一切的劳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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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的地点就在 铃口 顶福春3023-1 那等一下你们跟我走 到了岔路 有两个岔路 左后转就到了 左后转一百多公尺就到了 等一下也许我的车子开前面 好不好 那转个弯就到了 行我们全体都去 我们去就可以开饭 刚刚还打电话来 来问我是不是要去了 感谢主 来大家拍一下 要不要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拍一张 谢谢 可以嗎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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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李 好 好 謝謝 可以蓋上了 等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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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主同裁 只等再見 那麼將來啊 那個照片 我爸爸那個照片呢 會給他拿掉 改成呢 他們兩位合照 合照 會放在上面 所以這個是 需要再做一點工程 好 那我們大家現在就開始 離開吧 好 是不是可以離開了 對 離開了 我們就陸續離開 但是你要帶頭 我帶頭 對 我會在前面 那 哥哥內部車大家也知道地方 好 謝謝 這個麥克風交給誰 交給我 好 交給我 好 對 好 ok ok 謝謝 謝謝 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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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